不要看她們外表高冷 高知識硬邦邦的樣子 摩羯女的桃花比我們還要多 開什麼玩笑 有時候我常覺得摩羯座如果不要桃花 是你們自己不要桃花 或你們自己不相信桃花所導致 所以摩羯女到底是什麼 短冷的桃花呢 我個人覺得摩羯女 你們真的把你們聰明用錯地方了 你們聰明過頭的時候 你們就會常常去問 為什麼 比如說你為什麼她要來接近我 為什麼她條件這麼好卻喜歡我 當你太用腦袋問了太多為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越想越卻步 也許習慣性悲觀平常能夠保護你 比如說你做某件事 不敢相信她一定會成功 然後你就會更努力更認真最後成功 可是在感情上如果你習慣性悲觀 有時候就會呈現不出戀愛的時候的甜美 也不能夠使得這段過程變得很愉悅 戀愛其實就是愉悅嘛 戀愛就是要浮誇一點嘛 如果你都不願意去執行 那是不是有可能把一段 本來應該很活潑的練習弄得死氣沉沉呢 當然我知道要你放下心房比登天還難 但是你要對你自己很容易設下心房的這一點要有所自覺哦 當你發現自己的防線又升高的時候 不妨告訴自己 第二我不得不說你的擇偶條件其實蠻高的 人是非常多樣化的 所以擇偶條件只是一個參考 當你把這個水平先射得那麼高 然後最後它也未必能夠達到你真正的標準 那你又何必阻擋了一些現在表現平平 可是其實它未來可能潛力無窮的人種 所以嘍 擇偶方面請不要那麼敲現實 事實上摩羯是一個自律盛言的星座 不管是律人或律籍 所以你很多事情是高標準的 包括道德標準 所以這個人如果他不夠負責 不夠孝順 不夠認真 可能在你看來就是不值得尊敬 就會有各種的看不順眼了 我個人覺得當你們更至於一起來的時候 明明你是為事情好 看表情看起來很像在一起 還有呢 你們也很可能會恨鐵不成鋼 這個恨鐵不成鋼就會使你們變成各種酸各種罵 最壞的表現方式就是譴責自己的前任 那就會變成罵囉 那這種罵反而會變成一種負能量 比如說你會把一個不夠好的前任說它很爛很渣 然後非常沒有原則 而你這種表現會讓人覺得 你交往是不是就為了等這一刻 可以好好徹底地罵對方呢 因此當你在罵前任男友的時候 可能也默默地阻斷了你未來的桃花 把成功人士身上的十種特質 摩羯女身上都有 然後最後就敗熱感情 摩羯座的外表為什麼會這麼強硬呢 因為摩羯座覺得樂觀或者是天真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他們寧可過度地聰明 他們也寧可就是過度地自我保護 所以經常用一種比較強硬的外表來包裝自己 可是其實他們內在是非常沒有信心的 他們經常處於一種陰陽摩羯 我這樣做會不會失敗 我這樣做到底對不對 所以其實摩羯座的這一點是很令人心疼的 你相信嗎 當我們認定你是穿著Prada的惡魔 然後又忽然感受到了你內在很溫暖 或者很脆弱的那一面的時候 這是非常反插萌的 這一點反插萌摩羯座可以好好的運用 會讓你非常的陰影原味喔 摩羯女的追人 通常百分之九十的成功激勵 你實在是讓人看起來很難追 可是反過來你追人的時候 第一你看起來並不花痴 第二你相當的有手腕 根本不需要我教你 你比我有手腕多了 你們很懂得發揮自身的魅力來吸引別人 而且這個魅力 有時候也是因為你的工作表現而散發出來 所以它散發得很自然 那你跟老公是職場認識的嗎 是 他是你的主管還是你的下屬 同時 那你們關係應該會好很多 因為他在工作上 他已經看到你的各種層面了 然後他還欣賞你 他還欣賞你這句話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摩羯座在工作上展現出來的 那一面比較有魅力 因為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個人堅持 會顯得比較公平 然後也會顯得比較好接近 因為是工作嘛 他們就會公事公辦 然後會展現親和力 那如果是個人 個人的話 沒有什麼好展現親和力的 個人就是我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沒辦法職場戀情就是這樣來的 你們非職場戀情不可以 通常摩羯座的感情會經過前面有一段昏頭的過程 而昏頭一過 你們理智就上線了 理智上線以後 你們就會開始各種評估 相信我一句 感情是不需要評估的 所以到了後續 感情的經營就變成一種互相的認識 所以給對方時間給自己時間是很重要的唷 不要讓理智殺死了你的感情 一旦成為人生伴侶 摩羯座你會把自己定位成 我要輔佐你更好 我們可以這麼說 如果對方是以一種找員工的心態找你 你當然是對方的員工 但是對方不是啊 他是你的另一半 另一半就是平起平坐跟你很公平的角色 所以請你不要輔佐他好嗎 你輔佐他的結果就是你每天都覺得他很笨 然後他很不努力 所以如果你是用你過你的我過我的 我們只是在人生的路途上結伴同行 我相信你會平衡很多 加油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